欢迎来到美厅 观察了700对夫妻后发现 婚姻幸福的人永远只有一种 这世上轰轰烈烈的爱情常有 长长久久的婚姻却难寻 很多夫妻明明开始很相爱 为什么最后还是分开 对此婚姻教皇约翰哥特曼给出了答案 他曾对700对夫妻进行了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 最后发现 夫妻之间的矛盾和问题69%会永远存在 也就是说婚姻中注定会有不可磨灭的差异 而婚姻美满的秘诀 根本上取决于夫妻对待分歧 冲突和人生的态度 1.为什么结婚后人就变了 有句话说 不管你跟谁结婚 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 换了另外一个 电影《婚姻生活》中就讲述了一对夫妻离婚后 又重新找到了对对方的爱 丈夫约翰和妻子玛丽安事业有成 生活舒适 还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儿 在外人眼中 他们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 可在他们心里 对方早已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了 约翰觉得 玛丽安循规蹈矩 非常无趣 生活像一潭死水般 毫无波澜 玛丽安则认为约翰不顾家 不在乎自己 对什么事都不伤心 后来 约翰出轨了一个年轻女孩 跟玛丽安提出了离婚 他歇斯底里地对玛丽安发泄不满 你和我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环境里 一切都秩序井然 就像一个时钟一样 但缺乏氧气 玛丽安也愤怒不已地指责他 两人大吵一架 决定分居 协议离婚 在漫长的拉扯中 他们看对方愈发不顺眼 恨不得此生不复相见 直到几年后 各自过上新生活的他们 偶然相遇 这对曾经相互痛恨的怨吕 居然又一次爱上了对方 他们开车到郊外约会 一路上相谈甚欢 找回了最初热恋时的甜蜜 此时 他们才明白 原来对方一直都没变过 变得是自己看待对方的眼光 意外吗 现实中 离婚后又后悔的夫妻 不止这一例 在人际交往中 有个心理学现象是光环效应 一个人给你留下良好的初印象后 你就会爱无及乌地认为 对方各方面都很优秀 婚姻中也是如此 我们爱上一个人时 往往只能看见他身上的闪光点 步入平淡生活后 光环效应逐渐失效 双方的缺点就会一一涌现 因此 大多数夫妻都会觉得对方变了 感情淡了 其实 那些好与坏一直都存在 只是被你忽视或放大了 在平淡的婚姻中 学会阶段性复习对方的优点 只有不断地复习 才会记得最初的心动 一次又一次爱上对方 二 大事该睁眼 小事应闭眼 婚姻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取决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 大事睁眼 考虑对方的感受 清醒理智地做选择 小事闭眼 不计较鸡毛蒜皮 稀里糊涂地过生活 这正是杨将和钱中书的经营婚姻指导 做重大决定前 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跟对方沟通 从法国学成归国后 钱中书到清华大学任教 杨将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父亲家 有一天 钱中书愁容满面地回来 说有事跟杨将商量 钱中书的父亲应老友邀请 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 之后 父亲屡屡给中书来信 想让他去蓝田当英文系主任 在父亲和家人的百般劝说下 钱中书动了换工作的念头 但他没有自作主张 而是坚持要听取杨将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他的尊重让杨将深受感动 明白了自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而面对无伤大雅的小事时 他们往往会一笑置之 钱中书既是学富武车的才子 也有着手笨脚的憨态 他不会打蝴蝶结 分不清左右脚 拿筷子像小孩那样一把抓 出到牛津时还摔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 杨将生孩子住院期间 他不是砸了台灯 就是弄坏门轴 把家里搞得一片狼藉 但杨将并未适事较真 每次都淡定地回一句 不要紧 出院回家后 他默默修理了所有家具 悄无声息地解决了烂摊子 用尊重建立起信任 用包容培养出和睦 让他们的婚姻抹上了温暖的底色 教育家贝拉列昂尼多瓦说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是依恋 是尊重 那些关乎命运的重大决策 不该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 做到大事报备 有伤有量 才能让伴侣感受到爱与尊重 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 则不必非要跟对方斤斤计较 必要的时候 偶尔装傻 才能让夫妻的关系更加亲密 三 千万别把婚姻看得比人生重要 婚姻里 有一个基本定律 能保持自我平衡的人 更容易拥有幸福的婚姻 拥有美满婚姻的男女 人生本已经经营得很好 人生若是一个大缘 婚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缘 想起畅销书作家 Mia讲过的一个真实故事 读完十分扎心 女孩惠子 从某高校毕业后 跑去上海找工作 因为就业竞争激烈 能力不出众的她 只能进入工资低又辛苦的公司上班 为了节省开销 她和女同事一起租住在简陋破旧的隔断间里 墓地板变形 橱柜门破损 八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居住环境极其脏乱差 加上工作上时不时被客户欺负 挨领导责骂 那段时间特别落魄 迫切想要摆脱糟糕生活的她 没过半年就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八岁的销售主管 婚后不久 她就怀了孕 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家庭主妇 她曾窃喜地以为 有了婚姻这层保护伞 自己的坎坷人生就可以扭转 没成想 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好夫妻关系和婆媳矛盾 育儿的压力 丈夫的不理解 婆婆的不尊重 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想暂时离开家庭 却没有过硬的能力找到好工作 只能终日郁郁寡欢 她的不幸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 她把伴侣看作自己的救世主 把婚姻当成了人生的避难所 实际上 婚姻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 只有人生的大缘完整而饱满 婚姻的小缘才会一直被保护 理清这个因果关系 婚姻的难题才会迎刃而解 作家毕书敏说过 婚姻并不仅仅是快乐 是节日 是两情相悦 是生死与共 它还是考验 是煎熬 是一种对熟悉生活的破坏 和一种崭新模式的建立 是包含了智慧 勇气 人格 意志的双方重新组合 高质量婚姻的背后 无疑不是双方都具有掌控自己人生 并把人生运营向好的超强能力 与其为维系婚姻绞尽脑汁 不如开阔自己的格局 把眼界放在更辽远的个人成长上 人生圆满了 婚姻也不会太差 听过这样一句话 婚姻就是爱情 责任 精神成长的综合体 三者缺一不可 坚持复习对方的优点 爱意就不会因岁月的流失而消失 面对大事 沉着冷静 关系就不会因生活的繁琐而变淡 放大人生的格局和眼界 婚姻就能因彼此的成熟而稳固 于千万人中牵起彼此的手 是世间难求的缘分 而想要携手一生 就得担起必要的责任 修炼相处的智慧 滋养彼此的生命 愿你赴真心 善经营 拥抱漫漫岁月中的宝贵温情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助你生活